大家好,因為上一次電池沒有電 我充電後第二天繼續去沙田的美營展覽 大家在這裏見到的就是14號C 它是來往來觀塘的玉文坊和玉門三家村 而大家看到的玉宿景觀 市建局那邊找一些美營藝術家 幫他們製作玉文坊附近的情景 大家看到的就是熱狗巴士 這隻就沒有冷氣 在八、九十年代也是一個時代見證 因為它可以開窗 走走的時候 如果有些風吹開就會很舒服 當然下雨就記得關窗 不然座位就會濕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篩子回憶 應該是更加早年的作品 不,這個時代應該是更加早一點 可能是五、六十年代或者六、七十五代 看到那些貨車還是用傳統小小小的淡挑 去搬運一些寵物 也有這個簡樓的冰室 和士多 和這個篩子區的騎樓 除了種花花草草之外 就是浪衫 那些樓層也不高 不是七、八層的 另一個作品就是這個 進南茶樓 水滾茶樓 一、中、幾、兩件 舊式的茶樓 其實就買少見少的 如果在香港還有這個特色 就應該沒有 但是澳門的龍華 酒樓茶樓很相似 樓上的騎樓 還有酒樓 還有窗 很類似的 話說這個作品 作者都用了三年的時間 其實都是深血的結晶 每一個 看到門口的擺檔 另外一個就是 非法鋪 或者是舊式的上海鋪 師傅明顯就比較喜歡玩雀 其實都是一個時代見證 還有兩隻貓 和這個門口的綿羊仔 慢慢其實都被發狼 或者一些快戰的取代了 這個就比較新一點 如果是新界西的朋友 就會比較熟悉 那麼 拼鐵 這段是封橋獸裝 顧名師 其實也是傳統的禮服 分價為主 話說獸這些 都一件做一件 都要很長時間 另外這兩件作品 就比較特別 因為兩位作品 都是跟粵劇大師陳國元 有學過粵劇的服裝製作 所以他們對粵劇有一份 另類的情懷 你見這麼細緻的奉寬 或者頭飾 除了是他們自己回憶 其實都很難得有分享到出來 真的很美 這個叫奉冠傳承 那 何哥添老師用了他自己的工作台 來製造一個微縮製作的 你會見到很細緻 那這個奉寬就開始了 那下呢其實有相機 然後下面有些金屬線、鐵線 還有些絲帶、還有照片 我查了一些資料,看它的介紹的時候 都覺得很特別 它桌面那些刀、剪刀都很細緻 下面更加有打印機 還有一些金屬的珠 做回自己的桌面的作品 其實都很有意思 都很特別 這個作品就是北角的黃刀戲院 看到白兩金其實都是80年代的黃刀戲院 那時候應該是港產片的年代 外面還有電車 電車的音響就是用了山水 還有瑞士、德麒麗、士錶 其實在戲院都很旺的 特別在開場之前 其實都很多行人 有些是看海報、宣傳 有些是在等人 另外它都會有些小販 還有幾檔 還有大坑舞火龍 在中秋或新年都會有這些傳統的節慶 今年9月28日晚有時間可以逛逛 因為港島區這麼多年我都沒有去過 有機會真的要逛逛 看到大坑區的居民 之前看了金譜的美形展品 這次是玉石 除了碧綠和翠綠 還有些很淡 做得非常精細 還有一個雕色 門口還有一隻貓 這是興法水果店 明顯有這些水果店比較新 你會看到一些冷凍櫃 外面也有兩個花籃 有我們經常看到的紫皮箱 台灣水果 還有一隻貓 還有一些梨 香蕉 蘋果 還有木瓜 那些應該是母簾 很豐富 也很豐富 也很精細 師傅做這些模型的時候 應該是逐個逐個做的 所以如果說一個作品 兩三年 其實一點都不出奇 旁邊還有一張老闆 市頭婆坐的椅子 還有摺桌 還有一張老闆 跟之前看的水果店有個不同 就是它多了一些冷凍櫃 應該是新一點 後面還有藍的鳳梨波羅 它做得精細的地方 其實連這個燈都有一些LED 上面的除了焦之外 還有個福 這間就是鞋舖 看到什麼什麼的鞋子 門口還有一隻貓 有男裝、女裝 明顯好像女士的鞋子 有多一些款式 藍裝 反而就真的不多 或者少一點 這個就是豐盛茶檔 可以說是 小販的 規模版 也很少見 其實這些我也是在 港島區那邊見過 它主要賣一些簡單的美食 好像三文治 這個快樂的回轉壽司 都很精細 看到這個回轉壽司 有很多壽司在這裡 放在這裡 那其實在這些作品旁邊 除了說有介紹那個作者 也有介紹他那個創作的簡單介紹 其實還有一些Q彈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看之餘 記得掃回Q彈 就可以更加了解那件作品 裡面的材料 雖然人又不多 但在外面的食物都很多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那麥魚轉壽司 那麥魚轉壽司 可能大家都不夠 而且也不夠回憶 如果想去吃 隨時都可以感受一下 那只不過 體驗就反而是 那個作品的 就是紫細度 或者心思 那這些就是傳統少少少的 糧油雜貨店 那那些大型的米缸那些 其實 裝米這些 其實都比較少一些 可能是傳統才有 那見到 和 之前那個雜貨店 那他開始用了這個電子 那兩款 其實都是新少少的 那 前面有些炸菜 蠟肉 還有 枝竹 蠔魚 和這個 蠟腸 潤腸 那這個呢 就是海味 可能大家去西環就會見得比較多些 有些蠔豉 乾魷魚 還有瑤柱 鹹魚等 一般在雜貨店 都會有放置部分這些 還未去到這麼專一 還有一些中式的餅店 香港其實還有的 就不算去到完全沒有 當然就在舊區為主 另外很多店主都是年紀比較大 我印象比較深刻就是長洲那幾間 還有旺角花園街也有幾間 都OK的 有些燒餅 雞仔餅 還有這個 俠桃酥 山潮大餅 那些都有的 還有南乳餅 檸檬餅 還有 舊式小小包裝的檸檬茶 還有一些光蘇餅 大家見到可能都是似曾相食 這間可以進行的 這是一間廚餅 這間是茶方 這些茶碟 然後還有一些 小的 譜里茶 茶杯 或有些茶餅 也是一些茶餅 那 那製作都相當有心思 這個就是 還有樟桌 還有茶杯 這個被人買茶之前試一試 當然不能說的 就是沙田的龍舟徑道 大家留意一下水花 其實很逼真 而且很冷感 因為中文大學就在沙田 你會看到很多沙田區的展品出來 有些是沙田雞粥等等 另外這個就是氣曲天地 他們叫那個大樓 我都忘了叫什麼 應該在尖沙咀那邊更西舊的 好像氣曲天地 氣曲本 外形其實就很先進 這個就是畫坊 珍寶 海鮮酒家 現在都成為一個回憶 在這個海底裏面 不過大家可以透過這些微型的作品 重溫一行 反而可能看得更仔細 還有這個就是灣仔的藍屋 這個應該是保育之前的生活的實況 有些人住在騎樓 會晾一下衣服 下面也有衣服 這個就是中國的冰室 還有舊少少的茶餐廳 作為中文大學60周年的紀念 其實也有中大的孝卷 就好像拍著畢業照 看到帽子都飛上來 還有傳說中的百萬大道 這個應該是他們校慶的時候 表演的 背後也有一個LED 去控制背景 還有這隻校巴 應該是七八十年代的校巴 應該是七八十年代的校巴 看到站在這個中文大學前面的 就是高坤博士 是光纖的發明者 今天我們用互聯網 其實也在用她 話說原來高坤夫人 都有幫忙做開幕典禮 把高坤博士放進去 其實我覺得相當值得看 大家如果經過沙田 記得走一走 今天介紹到這裡 拜拜 拜拜